內建的功能可以完成 那當然我會跟各位說 可是其實有蠻多東西 內建的以所有的功能就是沒有提供 或者是即便提供的話 但是還是很瑣碎 這邊你還是要做很多的事情 才能把這個整個事情給做完畢 那當然會耗掉很多的力氣 而且會花掉很多的時間 主要在效率上面 你就不可能說太好 所以變成說你要每天要重複做一堆事情 所以VBA的目的是希望 你們可以把這些事情全部串起來 變成一個程式 以後的話類似像按鈕 按完之後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至於說你連續的動作要多少 全部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的 只是說你們剛開始 也許還沒辦法做到那麼多了 不過沒關係,慢慢來慢慢來 其實有點像積木一樣 那積木不可能一下子做得很複雜 你就先堆堆堆 然後慢慢再把它合併 那就可以做出一個 甚至做一個很大的規模的東西 感覺就蠻有feu的 慢慢來沒有關係 至少你要比起你以前做的那些重複的動作 還要進步就可以 你不要一直又 就是有的人其實最難的就改變你的習慣 所以有的時候 有的人一直問一些問題說 老師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用滑鼠鍵盤這樣做不就好了 是也沒錯啊 可是問題你這樣就是沒有效率啊 你要 所以有的時候 學習主要目的就是要改變你的壞 一些不好的習慣 OK 所以待會兒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後面 我在雲端上其實有放四個程式 主要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把它還原 有沒有 格式化日期 就全部格式化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個年曆 這個年曆的話 指的就是什麼 我如果今天希望可以把它清除的話 全部清空 但是會留下第一個 那其實怎麼清 基本上我不是 其實我是用Range物件 Range物件是全部怎麼樣 把那個Range的A2 到L的30 應該是到30E吧 這個範圍做什麼呢 把它等於空的也可以 或者點clear contents 但問題來了 我這邊要留下第一個月 所以我怎麼辦 我先把第一個月裡面的資料 Range A1的資料 先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等到清空之後 再把它放回去 所以特別重要 所以這個清除 我想到的方法是這樣 當然我特別 我講過 其實有時候寫的方法 並不是唯一的 這是我想出來的 只是說為了要解決眼前的問題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而且更簡單的話 沒關係 都可以試著寫寫看 所以有的時候 為什麼最後我的程式會是長這樣子 其實有的時候是經過很多個版本的不斷改變 最後的版本 所以有時候剛開始不見得寫得這麼完整 或者這麼的精簡 是慢慢可以改的 那你會發現我這邊把Range A2裡面的東西 先放在A 然後當我把資料清空之後 再把A的資料呢 再丟回到A2裡面去 OK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還原 這個是另外就是 這個上面這幾個是清除資料 但是如果裡面它有一些格式 什麼格式呢 就是 那個禮拜六、禮拜天有沒有 還有設定格式 如果要把它清空的話 那我可以再呼叫把它清空 OK 那我另外還有寫一個 不過最後這個年曆 這個版本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已經把所有的程式全部整合在一起 請輸入年份 那我就輸入2021號 那它會怎麼樣 先把這個資料 這個後面自動幫我加斜線1月1號 放到這裡 然後再把這邊 剛剛每個月第一天產生 再把每個月的其他天產生 然後再把禮拜六、禮拜天 全部填上顏色 按確定 有沒有 OK 就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甚至未來還可以有沒有 中間再幫它插入一個空白列 然後上面還可以再增加一點 反正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類似像這樣的 OK 那你會發現還蠻好用的 我要哪一年 2020 馬上就OK的 有沒有 感覺 弄起來還蠻療癒的 OK 其實有時候就這樣 就是你把它做完一件事 你會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OK 那當然我自己是享受那種成就感 有的時候 有時候做事情不是為了說 好像什麼某個目的 反正就是說 我覺得做出來自己覺得蠻愉快的 這樣也蠻好 老闆也開心 而且我做完我事情就搞定 老闆也不會為難我 他總不可能說 憑空又叫我做很多很多事情 當然前提你也不要讓他知道 你很閒是真的 OK 如果他知道說你那麼閒 那一定會丟一堆事情給你 我說真的 現在老闆也不是說每個都那麼厲害吧 他也不是學這個的 他根本也不知道你在 他只是希望說 他給你的事情 你把它做出來給他 他就OK了 對不對 在對的時間 甚至你可以多給他一點沒關係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怎麼做 首先呢 我們來看第一個 如何禮拜六、禮拜天設定不同的格式 主要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我剛剛講過 不用寫程式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但是如果你要使用新增規則 特別注意喔 一 你必須先把你要設定格式化的範圍先選起來 這先把它回 這個 一的話先把它 Ctrl 右邊先放A2 Ctrl 去向右向下 OK 第二個的話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先告訴他這個範圍 二的話新增規則 那規則裡面特別注意喔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這個 你會發現他有六種選項 第一個是 根據格式化裡面的什麼 最高最低 不過這個應該是做不出來 戒於 好像也沒有 因為禮拜六禮拜天也不是戒於 這個排在前面嗎 也不是 這個嗎 也不是 所以其實就最後這個 使用什麼呢 公式 這個公式其實就相容於 這邊的公式 也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公式放在這裡 但是他有固定的敘述方法 什麼方法 特別注意喔 前面開頭一定也是等號 等於什麼 有點像 其實我的敘述 我習慣是把它寄成 這個等號是當什麼狀況發生的時候 當後面的敘述為True的時候 就做那個格式 如果為False 就不是的話 那就是不要做格式 什麼格式 所以後面 所以 怎麼判斷那個儲存格 是禮拜六呢 其實可以用什麼 Week Day 有沒有 所以我們前面有用Week Day 這個函數 不過他自己擋 因為他沒辦法自己 他沒辦法幫 讓你這個插入函數 那刮戶之後 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話請給他一個儲存格 但是不是全部範圍 那只要告訴他說 我這個範圍的開頭在哪裡 A2 這個後面給的就是說 從哪一個儲存格開始幫我去判斷 所以我從A2開始判斷 A2 那他之後會怎麼做呢 他後面就會從A2開始 然後一直幫你往這個方向 B2 一直到L2 然後一直幫你把全部整個範圍 每一個儲存格 通通檢查過 只要你有選取的範圍 通通檢查什麼呢 如果當這個 這個條件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多少 禮拜六的話 應該是美國人思維 禮拜天是第一天 所以禮拜六應該是最後一天 那應該多少 7 所以特別注意 不過這個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因為我常常說 老師這兩個等號 所以我說 第一個等號就是當 當後面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這樣就比較好記了 OK 所以大概熟悉一下 以後就這樣做就OK了 當後面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禮拜六 做什麼事呢 格式 那就幫我把那個字的顏色 改成深的綠色 然後填滿就是它的底色 改成淺的綠色 這樣按確定就好了 OK 這個格式 我們可以什麼 不過我建議 可以把這個公司先複製一下 再確定 有沒有 禮拜六全部OK了 目前還在選舉狀態 不用重選 因為禮拜天還要 禮拜天怎麼做 一樣 新增規則 由公司來決定 把剛剛的這個公司再貼 把七改成多少 禮拜天 一 美國人思維 一 有沒有 一個禮拜第一天 禮拜天 那 格式部分的話 就是填滿 底色就黃了 然後 字的顏色就是把它改成紅的 OK 應該沒問題吧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各位看一下 大功告成 OK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這個格式拿掉的話 你不能說直接拿這邊 顏色把它改回 改回不行 它改不掉 所以如果你要改回來的話 記得要從什麼 從這邊 清除規則 整張工作表規則 這樣才拿掉 特別注意 加的話是從新增規則 然後 去掉的話 去掉的話 記得就是清除規則 大概是這個方 這個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新增規則部分 畫面還給各位 那這個方式的話 當然就是比較好 比較 我覺得比較 好的地方就是不用寫程式 但是 可能還是要注意那個動作 1.請你先選取範圍 2.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選最後一個 用公式來格式化 使用公式來決定要格式化 然後 然後 那個 裡面的公式不能打錯 第一個等於是 當 後面這個 weekday 瓜糊 A2 A2指的就是說 你選取範圍裡面 你要從哪一個開始 幫你做 那個判斷 OK 所以那個應該指的是一個起始儲存格 所以這個方法很好用 以後如果說 你們有那個工作表裡面的資料 要做類似的 這個格式化的話 用這一招就可以了 而且規則可以很多 比如說你那個 表格裡面 一堆數字 你希望把哪些數字 根據 不見得一定是大小 如果是大小 那很簡單 如果是必須要經過某個公式 所產生的結果 那比對之後 為True的時候 才幫你把 那個顏色填上去的話 這個其實就還蠻好用的 那它其實跟寫VBA 有部分其實我覺得還蠻類似的 那只是說 它的 缺點我覺得就是 變成說你每一次就變成之後 還要再手動做一遍 相對的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待會我們要把 一樣的動作 改成用VBA來做一遍看看 好